2023賽季隨著環西的落幕也逐漸來到了尾聲 放眼望去除了環倫巴底之外 已經沒有大型的賽事 轉隊的轉隊 千辛合約的千辛合約 但相信大部分的選手已經提早進入了休賽季 開始為明年的賽程做好準備 畢竟一整年的努力 誰不想趁這個機會好好陪伴家人 此外也要趁這個機會好好撫慰一下 被Jumbo Misma霸凌一整年的心靈 別說在賽場上會害怕 光是日常的約起 看到那個黃黑相間的車衣或是Serviro S5 心跳都直上180 就擔心一個不小心被電到飛天 隔天果斷放棄騎車 確實Jumbo Misma在2023年可以說創下 史無前例的紀錄 沒有一支車隊能夠在一年之內 稱霸三大賽 其中環霸與環心的 更是將其他隊伍按在地上摩擦 而最後Kuz在環翼、環髮、冠軍的簇擁之下 成功奪下火炮 我想這畫面 不論是話題性還是紀念性 都值得寫入單車競技的歷史裡面 這樣堪稱歷史級別的成就 我想連擁有巔峰時期的 Chris Fuhrman 也無法達成 畢竟這中間所牽扯到 不僅僅是車手個人的實力 由上到下整個團隊的運作 針對性的訓練計畫 加上車隊總監每一場賽事 那堪稱教科書般的戰術運用 才能打造這艘宇宙級別的 無敵艦隊 在環溪結束不久後 各大社群媒體上 戲稱經驗為 Tour de Jumbo Misma 然而這樣的王朝 絕非一招一戲 這次又跟著單車時代的腳步 一起來探索Jumbo Misma的奇幻旅程 一起剖析這支隊伍 究竟在三大賽裡 發生了什麼樣的事情 讓我們把時間拉回到今年的5月 有著最浪漫的三大賽之稱 環溪這時候正如火如土的展開著 相較於2022整隊神隱 這次Jumbo Misma 在陣容上做出了大幅度的調整 以Rugwitch為首 來搭配Sipkers 歐盟爬坡副將 加上Rohan Daniels等技術賽的好手 整體戰役看起來是非常全能 但其中還是有了不少的隱憂 Rugwitch在去年 可以說是各種犯太歲了 環發第五戰摔車後 便每況愈下了 直到最後不得不提早退場了 然後經過一陣子的調養之後 回到了環溪賽場上捍衛火炮 結果再度遭遇摔車事故 只能退賽將火炮讓出了 究竟這位斯維維尼亞人 還有多少實力 實在是很難說了 賽前又因為疫情導致出賽人員 持續更換 因此車評一面倒的不看好 甚至認為今年的粉紅3得主 將會是QS的超新星 Rekko 確實 首戰的IDD個人技術賽 Jumbo Misma 可以說是被Rekko壓著打的 其他人不用說 身為奧運金牌得主的Rugwitch 竟然落後長達44秒 這無疑是給Jumbo Misma 一個警訓了 他們想要搶下粉紅3的這條道路 並不是那麼容易 儘管如此 他們還是謹慎的做好每一戰的規劃 將Rekko盯得緊緊的 表明竟然單打獨鬥不行 那我就採取團隊戰術了 此時劇情卻出乎意料 來個大反轉 第十戰開賽前 佔據GC1的Rekko 竟然因為陽性反應 必須退出後續賽程 Thomas地補成為新的粉紅3擁有者 Rugwitch則是來到GC2的位置 對於Enos和Jumbo這兩支隊伍來說 無疑是天上掉下來的禮物 但這也考驗著車隊的戰術彈性 以及靈機應變的能力 然而直到20戰ITT前 Rugwitch與Thomas還是有著26秒的差距 不過我想這一切應該都在他們的計畫之內 姑且不論Rugwitch在散播ITT的實力 仔細研究前幾戰Jumbo Misma的戰術 總感覺有所保留 沒有全盤說哈 Rugwitch與其他GC比起來 基本上就像是輕鬆約起一樣 將差距1.1滴的縮小 同時也持續阪失著Enos的戰力 直到最後一刻Rugwitch回春盤的ITT實力 欲取翻盤搶下粉紅3 雖然中間一度烙鏈 讓大家心臟差點跟著停了就是了 但此時Jumbo Misma 已經為接下來歷史大業 打下了一個優良的基礎了 相較於環翼呢 環法對於Jumbo Misma有著更高的壓力 去年整個雙組將呢 把Pukaccia玩壞掉了 加上WVA全燈的表現 把來自丹麥的麥魚小哥呢 Jonas Fingager直接送上GC1 這樣的配置呢 也開始被其他隊伍仿效者 使對頭UAE呢 更是直接不演了 Pukaccia與Aden Yates的雙組將陣容 擺明就是衝著他們而來 但他們呢 在陣容上還是做足了萬全的準備 仔細研究一下呢 清一色都是多邊形的戰士 WVA不用說了 荷蘭國家冠軍Dillain Van Bauer 預前最強帶刀四位 Safecurse 偷點衝刺技能的Lapport 加上Kerry Demand與Bernard等這肝人呢 放到其他車隊呢 也都有擔任GC一職的實力啊 就整體戰力上呢 可以說是個Dream Team 但意外 總是來得這麼突然 向往彩虹山已久的WVA呢 在不久之前呢 便宣布了將會把重心呢 放在市井賽上 加上他那即將出世的孩子呢 讓這位頂級副將 隨時都有可能退出環法比賽 為Jumbo Visma呢 殘年黃山的目標 蒙上了一層陰影 更有不少海內外的賽品呢 更是大膽預測 今年的黃山呢 將會回到Pukaccia的身上 環法一開始呢 Jumbo 的整體戰術呢 相對保守許多啦 Pukaccia的幾度攻勢呢 Jonas呢 確實都有反應啦 但在關鍵時刻 卻都選擇熄火 不跟隨著起舞啦 穩穩的守住呢 彼此之間的秒差 等待關鍵時刻的來臨 單就第一週與第二週來看呢 UAE雙主將的配置 加上Pukaccia 好不留情的炮火試射 確實讓Jumbo Visma 吃盡苦頭啊 然而環法之所以殘酷 就在於他是長達21天的多日賽 就算在怎麼頂尖的選手呢 經過這個長時間的消耗 也是會顯露出疲態的 更別說才當大病出獄的Pukaccia 而我想Jumbo Visma 打從一開始呢 就做好這樣的準備 從日常訓練開始呢 就做好長時間的 有氧預值區間的訓練 同時在賽場上呢 採取更為保守的戰術 藉此來延緩選手們的衰退 更扯的是狀態還越比越好啊 但我也相信呢 在第17戰 自爆落後7分半進場的Pukaccia 訓練時速呢 肯定不會亞於Jonas 而即使在骨折手術之後呢 也很快的投入訓練之中 然而僅僅只有5週的準備期呢 似乎是不怎麼足夠的 這也指的並不是實力不到位 而是整體的身體狀態 如果仔細看第16戰就會發現 Pukaccia出發時的嘴角是有泡疹的 這唯一是身體給予的警訓 縱使在那一戰已經拿出了100%的實力 還是不敵狀況活了的Jonas 隔天更是早早的調出集團 不僅Jumbo Visma原地的戰術發揮至200% 更是讓WVA提早打卡下班回去接身 也確定了Jumbo Visma距離歷史的大業 又更進了一步 剛結束不久的環西 原本都是三大賽裡頭 關注度最小的那一個 加上路線的安排 毫無人性以及時鐘不優的天后 讓每一位居心都為之卻步 不過今年的環西在開賽不久前 就話題性滿滿了 除了滿血回歸的RICO之外 加碼上班的老將Thomas 以及適時搶回火炮的Rogerish 確定參賽外 拿下黃山的Jonas 也在環化結束前 表明的參戰環西 不一樣 這個舉動瞬間讓環西成為 各大媒體關注的對象 除了Jumbo Visma 一貫的雙主將陣容 肯定會讓賽場 添加了不少火花之外 究竟是誰要穿火袍 誰要當副將 這種網內互打的精彩戲碼 肯定是不能錯過的 本屆環西Jumbo的陣容 跟2022環化仔細研究一下 還是有那麼幾分相似 雙主將的配置 Kuz Mambarlan Valter 這種具備GC實力的頂級副將群 除了缺少WVA這種多邊型戰士外 戰力配置上還是以全能為首要考量 但是第一週的表現實在是差強人意 RICO的強勢表現 Jonas為腸胃炎所困 加上有點迷航的Rogerish Jumbo的火袍之路似乎不怎麼順遂 然而一切從Kuz 奪下第六戰的單戰冠軍開始 而劇本的走向已經超乎了預期了 Rogerish第八戰回溫 將RICO直接電飛 順勢讓Kuz穿上火袍 隨後Kuz 更是在自己不擅長的ITT 有著異常的表現 接著RICO意外提早自爆 退出GC的排名之爭 接著Jonas狀態逐漸火熱 種種因素把這場環西 逐漸變成Jumbo Visma的形狀 有趣的是 就在Jumbo三巨頭形成之際 越來越多人希望Kuz 可以穿上火袍 畢竟他從環衣開始 就為這兩位GC 一路扛轎 可以說是勞苦功高 尤其是單車競技講求 是團隊合作的一項運動 人浪就會副將拿下火袍 無疑是一個最完美的結局了 這也是為什麼在第16戰 與第17戰Jumbo Visma的戰術 會受到這麼多疑問的抨擊 尤其是Angler的登山戰 Roglish和Jonas 按照自己的節奏上山 卻將身穿火袍的Kuz 丟在後頭牽制 違反了守護主將的常理 而Roglish在賽後則是說 We're here for the rest 這樣耐人尋味的言論 更是讓美艇大肆提評 表明他是個自私的人 毫無運動家精神 在那天賽後 我想Jumbo Visma的團隊 面臨這樣前面的負擔 也是足夠令人頭痛 但在比賽的最後 也達成了共識 讓Kuz拿下了環西冠軍 為Jumbo Visma的大業 劃下了一個最完美的結局 其實站在車隊利益的角度來看 這件事情並沒有絕對的對與錯 尤其是Jumbo Visma 在明年必須面臨了 5000萬歐元的預算缺口 需要找尋新的戰術商 來維持車隊的運作 三個不同的選手 在同一年份分別的 包下了三場大賽的總冠軍 還有什麼人比這 更具有話題性和關注度的呢 過去的恩恩怨怨 我想也不怎麼重要 畢竟時過競籤之後 大家記得就是在 2023年有這麼一支隊伍 創下一個無法超越的紀錄 Jungbo Visma 雖然在一級車隊裡頭的預算 並不是最高的 不過我想 明年他們預算 應該會往上調就是了啦 他們在選手的培養 及賽事的配置上 就是非常的具有規劃性 甚至可以說是極為謹慎 適合單日賽 就去跑單日賽 想拚三大賽GC 就花更多時間 在於Zone2和Zone3的訓練 將休息 賽事 訓練 這三整 盡量做到完美的平衡 激發選手的潛能同時 也確保了 面對長時間的賽程 可以維持身體健康 戰術的應用上 雖然有些保守 甚至有些無聊 但或許這也是他們 封往成功的唯一道路 至於明年的Tour Deux Jumbo Visma 會不會繼續上演呢 我想這應該是 不大可能會發生的啦 而畢竟其他隊伍也不是吃素的 肯定會針對性的破解 或是上演 維歐Jumbo的戲碼啦 然而呢 唯一能夠確定的是呢 如果Netflix 明年還要繼續上映 這個三大賽的紀錄片的話 我相信這劇本呢 一定是非常的精彩啦 我們已經迫不及待 想要看他們訪問 伍卡賈和Reiko的心情啦 以上呢 就是小編 對於Jumbo Visma 在2023 稱霸三大賽的心得分享 想要了解更多有關 單車的訊息呢 請持續鎖定 單車時代 我們下次見 掰掰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